哈囉各位玩家 下一場比賽準備要開始囉 請稍等一下馬上比賽就要開始囉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有人氣很旺的周董 周董要出賽囉 左輪哥夾起來可以嗎 沒有沒有沒事我現在準備要開始囉 對目前現在在直播 沒有我是說手指夾起來 不要緊張 OK好那我們現在等一下我們的芥末 芥末要是電腦OK的話就可以比賽開始了 那槓石兔呢跟我們的 SK Superkill都是我們的大團 其實大家收人搶的也是搶的很兇啊 什麼 SK Superkill的入會費要黃金一萬 這有點貴啊 實在是不太好了 這樣的話算是變相的練才嗎 對啊對啊馬上開始練才 這樣子喔那女孩子加入的話會比較便宜嘛 我們來問問 什麼 這樣也太重男輕女了 什麼 女生加入變成五萬 OK那現在芥末已經進來了 雙方準備好就可以開始囉 這邊是由周董領軍的抗斯圖 對象Superkill OK好那我們的比賽開始囉 OK好那我們的比賽開始囉 對象徹末 對象們的時迷惰 對象展示 對象升上天晶上 Sai 各位會有覺得聲音太大聲嗎? 那這場比賽是地圖 這場比賽的地圖是在高層喔 可是雙方好像沒有打算做一個進攻 是有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好像是因為lag的關係阿 然後雙方打算就是因為好像很飄的關係 並沒有打算做一個進攻 不是雙方打算做一個進攻 在這場比賽的時候 雙方打算做一個進攻 有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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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發生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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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雙方打算 看來目前打算做一個重進的動作 好的那因為第一場 第一場因為 這個是槓石兔 目前你在收看的比賽是槓石兔 勢必是獎金挑戰賽的比賽 那這裡的話 因為第一回合就是雙方網路好像有些會飄的關係 所以呢現在就晃著防阻進攻 那現在比賽已經順利開始了 好 槓肯開發軍目前可以看得到我們的冰龍 直接先被擊殺掉 芥末也被擊殺掉 喔 兩方人馬打得非常的兇啊 那現在是由一個二換一換二的狀況 那現在是由我們 直接SK兔的部分 對上GONS2的新手組 SK兔的話它是目前人數上是有一個落後 直接來到1分鐘 直接衝了進來 周董衝了進來 周董 周董究竟能不能 啊 周董還是被打倒在地上 可是周董被打倒了這 的瞬間 兩個隊友馬上就做一個火力的支援 直接打倒另外兩名選手 讓我們的槓石兔拿到這一場的 非常的勝利啊 周董現在上面的 他的腳步非常的飄忽啊 而且周董現在目前他的 時裝啊 以及武器等等的 都是 都是轉彈用的 都是轉彈裝 所以說他 他的造型非常的下爬 這個遊戲叫做槓子庫喔 對 好 那我們現在把鏡頭多給一些周董 周董現在在上面做一個 火力的 流彈火力的壓制 並沒有打算 讓SK兔出來啊 SK兔的血量也被消到了一半以下 而且中間的 中間的中台 中塔中台 全部都是由我們的槓石兔給佔領住了 那一樣直接對他們兩個出口點做壓制 好 現在時間來到一分鐘 好 可以看到QQ麵包準備衝了進去 QQ麵包衝了進去 QQ麵包直接到了裡面 直接一個打 打一個不用怕也打掉一個 所以說目前能力已經取得了2比1的獲勝 再打掉不用怕又打掉一個QQ麵包 直接一個打絕招 漂亮打擾別再問 一個4比0 直接拿下這一局 QQ麵包現在頭上帶著仇恨 究竟能不能做一個有效的進攻呢 QQ麵包應該要把SK兔拉了出來 QQ麵包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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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球衣就只剩下一個人 李昂只能後退跟周董準備打開始一挑一 周董漂亮的一個擊殺打倒了李昂 那周董這邊你有聽到嗎 可可在幫你加油喔 那李昂這個 李昂這場比賽遇到了人際王周董 啊李昂還是被打倒在地 冰龍雪月 目前的血量還有68 但是被打倒了 這個冰龍雪月打倒QQ麵包 QQ麵包被擊殺了之後 直接拉開來 喔 我們別再問的血量好像也非常的不妙 但被芥末直接用機槍打倒的時候 走一個漂亮的從天而降 直接把冰龍雪月給收掉 這個刺激 喔 還有一個叫可可洞的幫周董加油 你們是可可家族嗎 周董現在頭上帶著仇恨 所以說所有的人都看到他 周董現在開始被集火 直接死掉了 但是因為好像lag的關係 所以沒有看到周董死亡的樣子啊 OK 好 那可以看得到 哇 這邊直接 GONS2直接有狂風掃落葉的氣勢 直接5比0 將SK2直接拉下來 這個是非常的漂亮 我們可以看得到分數的部分 QQ麵包有273 周董也有622 不用怕 0402 非常的漂亮啊 我這個雙方的交火相當的激烈 雙方的交火相當的激烈 OK 好 那第二場比賽雙方準備好就可以開始了 連合警戒嗎 那大家一起來玩GONS2啦 GONS2 周董在GONS2上面現在目前是非常的有名氣啊 那她 不管不僅是她的工會啊 或者是她的人氣啊 還有她的分數等等的 都是非常 都是彩虹在非常 前段班的位置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李楊開始 直接侵入了敵人 去做火火狀風 血量並沒有什麼損失 別再問反而 而且血量都已經開始 欸 但是李楊這邊好像 被QQ麵包直接做一個攻擊 QQ麵包打倒了李楊 阿公走很慢 也被 也被打倒在地 甚至他不用怕 還 反正他別再問 跟冰龍學的不用怕 是對面的 哇 直接芥末跟周董兩個人的聯手 又把對方直接都掉了 來 準備 欸 這邊 有人亂入喔 這邊有人亂入喔 這個究竟是誰勒 這個是誰 這位是 看來有人 看來這邊有人亂入了比賽欸 所以說可能要 可能要停下來 這位是 這位是 一打字他就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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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目前的比數 這一分是 一 稍後等一下我問一下裁判長喔 所以說目前的比數 就是說他們要 這分 這分 算阿 這分算分 那怎麼比0阿 因為他們剛剛 贏速獲勝了 一打字他也幹不到阿 可是 直接從開就阿 所以會不會有協 這盒盒不算 OK 好 那我們這邊 詢問裁判長的資訊是 這邊是由2比0開始打 OK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目前的狀況 目前現在狀況有一點 上一分是有人算的 稍等一下 OK 好 最後還是由從2比0開始 那這邊的話 可以現在稍微了解一下 這邊因為在觀察講話的部分我們是看不到的 所以說 呃 我這邊要怎麼樣 去跟他做一個聯繫勒 他在裡面是看不到的 好 那就重開一下 好 那就重開一下 好 那就重開一下 30秒 10秒 2 2 3 4 2 3 4 4 4 他目前是由2比0 重新開始開打 那這裡的話 周董是先倒下的 好 里昂的部分血量也被壓得很低 後面有人在做一個追擊 不用怕 正在做一個追擊 里昂被周董直接放倒了 欸 周董應該已經 喔 周董沒有死啊 周董雖然畫面上面 雖然說已經呈現黑白 可是其實是沒有死的 可能是因為我們這個關在者的系統 然後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是 我還以為周董是已經被打倒了 OK 好的 那現在我們回到我們的比賽現場 周董在現在頭上帶著仇恨 所以說他的位置會被人家看到 好 那這邊的話 SK就是打算做一個防守 他目前是鎖在家裡面 但是留在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哇 別再問被轟了 被轟掉了大概4分之一左右的血量 退了出去 OK 好 那現在兩方人馬開始 就是 上石兔準備做一個進攻 已經瀕臨成一下 里昂先被打倒 芥末 芥末也被別再問 給打倒 雙方是一個一換一的狀況 別再問拿著盾慢慢的往後退 冰龍雪雷正在旁邊做一個掩護 R公走很慢在下方 但是 後面也被尻了一下之後 直接被周董尻尻 哇 漂亮 冰龍雪雷 現在這邊一個 跟R公走很慢 兩個人一個 二打一 不用怕彈開了 彈開了對手 兩個 R公走很慢 打飽了不用怕 QQ麥末要打倒了 R公走很慢 現在QQ麥末也打倒了 冰龍雪的最後 拿下了 這場回合勝利 所以目前是4比0 看來 那 槓石兔的勝 槓石兔的勝率非常的高 直接往上衝 但是 被打倒了 李昂準備想要吃補包 但是直接被打倒在地上 哇 李昂這一次 這一次 實在是沒有發揮說 他原本應該有的水準啊 啊 這邊的話 R公走很慢的血量 也被消到了 剩下一點點 也被打倒在地上了 剩下別再問 跟冰龍雪雷兩個人 冰龍雪雷也被打倒了 直接 雙方 不用怕跟Q麥末 麵包收掉了 最後兩個人 獲得了勝利 OK 好 目前比賽 由槓石兔以後 2比0獲得勝利 漂亮的一局 雖然說中間出現了一點小差距 但是 不影響比賽繼續進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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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